说到校园盗窃 今天是南京市不少高校开学的日子 设想一下 当同学们高高兴兴的打开宿舍门之后 发现有一片狼藉 柜子全部都给撬开了 那有什么感想呢 这事还真被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古平港校区的同学们给遇上了 来看看 小李是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古平港校区的一名在校生 学校暑假时承诺 给宿舍装空调 可打开宿舍门后 小李傻了眼 空调室装上了 宿舍的柜门抽屉却全都被撬开 东西被洗劫一空 您扫的什么东西啊 小伙子 那个女工服 冬天出的毛衣什么都在里面 都是夏天不好带回去 然后就放在这里 大家很快发现 被到的不是一间宿舍 男生宿舍几乎是无一幸免 暑假放在宿舍里的衣物 书籍等都没了 学校方面解释说 暑假前曾向学生发出通知 因为要安装空调 所有人离校前 要将个人物品搬至指定的40多个教室 可不少学生并没有将柜子和抽屉里的东西搬离 学生们认为即便学校通知大家搬离物品 在施工过程中也应当负起监管的责任 毕竟所有宿舍柜门都被撬开 衣物都被运空 而学校安保部门竟然是毫无察觉 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目前警方已经进入调查 学校方面也表示 破案前给予学生一星期的时间 免费使用空调作为补偿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被偷被盗被撬的学生宿舍不是一间两间 几乎所有同学的上锁的柜子都给撬开了 我想你撬开锁从里边拿出来东西也不会少了 这都能大模大样的从学校里边给带走 你说你这学校的保卫管理工作也太不让人放心了